除了持续轰炸加沙地带 西法医院的医生揭露 已军强制大部分的医护人员和伤者撤离医院 只允许重伤者和少数医护留守 被迫举家逃往南部的巴勒斯坦医生就形容 如今的医院犹如人间炼狱 没有止痛药 没有抗生素 伤者只能在痛苦中等死 拉美兹医生坦言 他从医35年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惨况 无人处理的遗体遍布医院外的大街上 而且已经开始腐烂 医院内的伤者也因为各种药物严重短缺 得不到妥善的治疗 伤口开始腐坏 还有不少早产婴儿陆续的死亡 对于家商卫生部指控乙军 强迫医生和伤者离开 乙方坚决否认并强调 大部分人都是自愿撤离 亲自愿用人一个人都心里没有 和声商医生 都心穿的 正式 对于家商医生 对于家商医生